大東部公布明年第一季的人力需求調查 日估需求是4.9萬人 其中住宿和餐飲業要找7248人 創下歷年同期新高 還要連鎖餐飲業者是打造友善職場 並進行了職務再造 希望可以讓中高齡的求職者願意重返職場 按照教官的步驟 將重量較重的石鍋先放在推車上 接著再將盤子 碗以及同類型的餐具 收拾好放到托盤上 業者將收拾桌面的步驟進行拆解 讓高年級幫手好上手 還有這一道道熱騰騰的美食 有送餐機器人的輔助 也能減少高年級幫手 從出餐口送到桌邊的負荷 意後餐飲市場大復甦 但人力缺口卻讓業者較苦連天 這家連鎖餐飲集團 預計明年續開新門市 若再加上既有的缺工人數 目前還需要五百位正職和兼職夥伴加入 更鼓勵中高零級二度就業人士重返職場 我們做了一個多元的班表的一個拍班 那其實我們透過職務在照 我們把一些工作簡單化 把它拆解過後 讓這一些大哥大姐能夠很輕鬆的一個上手 我們有專門的一個訓練員 他可以陪伴著大哥大姐 一步一步的來指導他們工作 剛來之前的時候還有點擔心 然後經過他們的介紹 然後他們友善環境放心了許多 從勞動部日前公布的明年第一季人力需求調查 可看到預計明年一月人力需求為四點九萬人 其中製造業人力需求高達一點三萬人 而住宿及餐飲業的需求為七千兩百四十八人 創下歷年同期新高 如果要再返回職場的話 通常要尋找一些門檻比較不會那麼高的行業來從事 那旅宿業餐飲業這方面的工作 是相對來說比較能夠入手 北市集會服務處表示 雖然台灣遇過二零二五年將進入超高齡社會 但台北市早在去年就已經進入超高齡的城市 目前每五個人就有一個超過六十五歲以上 在少子化又高齡化的情況下 業者得多禁用中高齡二度就業 才能逐步緩解人力不足的問題 記者吳雅宇 吳家寶特別報導